詞・編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謝謝主席有請院長 有請院長 我也早 院長早大家辛苦大家早安 我今天的破题 学术就是国防 让台湾的研究可以成为显学 让知识的建构可以成为台湾的国防软实力 我想大家应该都同意下页 那进入正题之前 我想也与您关心一下 这个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冲突再起 已经有严重的死伤 18万人流离失所下页 中研院跟以色列有非常多的学术研究 我看了中研院 我调阅的资料 其实早在1994年 中研院就跟以色列的科学人文学院 开始签署MOU 那这几年更是如火如荼 在您的领导之下 包括我们举办了 长期跟以色列两年一次的 台湾生命科学双边研讨会 也包括我们周副院长 那2018跟以色列西伯来大学来签MOU 那我们90周年庆的时候 也邀请到以色列的这个 人文社科院的这个副院长来 当然特别恭喜2021年 您获得这个以色列总理奖 这是台湾无上的荣耀 所以我们跟以色列的学术研究 合作非常多下业 所以从乌俄战争到尾巴冲突 学术社群的互助 中研院can do more 中研院can help 对应于乌俄战争的第一时间 中研院是台湾第一个机构 站出来 发文谴责 No one is outsider 你说我们要全力来协助学者学生 而且我们发起了乌克兰学人 台湾奖学金计划 我要大力的肯定 我们收容了十位学者 十五位学生 成功衔接了35位的国内学位生 持续在进行嘛 这个乌克兰的台湾奖学金计划 那对于以色列学术单位 跟我们合作这么多 你们有没有进一步的行动 这个我们会考量 这个谢谢委员提醒 我们会从学术的角度看 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行动中 这个帮助以色列受困的一些学者 对 我希望你们强化在乌克兰学人 台湾奖学金的经验跟基础之上 事实上我们跟以色列的学术合作 研究合作是更多的 即刻启动 我希望马上看到成果 这也是彰显台湾在国际 以学术can help的角度 来在国际扮演重要的角色 好 下一页 那回到最近的hard issue 这个中研院的AI大翻车 我听了一个早上您的答复 都非常的清楚 包括廖所长的说明 也就是求快心切 未经审查 个人行为 有待相却 十六个字 那我们也终结了这个事件 也导引出未来 我们要精进一个审查机制 更重要的是 更重要的是 本席看到的深刻的议题就是 我们除了从研究人员 引用他人数据资讯 开始到开发台湾自己的资讯数据 你们也提到了 也就是从强化个案的风险管理 到全方位 国力的投注 建构台湾繁中语言资料库 很高兴看到 中研院已经启动 我们的国科会全力协助 下页 但是呢 我想危机就是转机 两个机会 我一定要在这里 再次提点跟提醒 资料就是新石油 Data is a new oil 这个在2018年 我质询的时候 就向您提出来了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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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有Data 谁就是王道 所以经济学员就以这个为题 全世界都在开发资讯 创造资讯 然后去影响世界的话语权下页 那这个我也曾经质询过您 中国最大的学术资讯网站 当然这一次的个案 它是引用开源的资料集 可是更严肃的是 中国最大的全文学术资讯网站 网罗了中国95%的学术期刊 我相信写过论文的大家都知道 都会去引用这个中国之网 那这个中国之网的影响是无所不在 因为中国以国家之力 在开发它 在布建它 我们机会来了 因为中国为了集中管理数据安全 近期这个中国之网被中国官方限缩了国外的用户权限 包括政府包括学术机构 我想中研院应该都收到这样的资讯 那影响中国研究 台湾的机会就来了 下一页 中国之网 我不用再追溯 计划性的扩大学术的影响力 抢夺世界的话语权 它有政治的意图 有统战的目的建立防火墙是我们要做的 但是下一步 如何让台湾真的能够去避免认知作战 他们有取之不竭的弹药库 我们就建立自己的 所以机会来了 当中国去线索国外的使用权限的时候 这是第一个机会 第二个机会 我一次讲完让您一起来回应下一页 第二个 是中国也无所不用其极的 就已研究台湾最知名的 最用力的厦门大学 他们的台湾研究院 做了两个新的事情 第一个就是成立了两岸融合发展 与国家统一政策模拟实验室 大量的要用人工智慧 来进行国家统一的情境分析 国家统一的政策分析 国家统一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模拟分析 他们正在做 他们做的第二件事情是 厦门大学的社外外交 社台外交研究中心 不断的在国内 中国国内举办学术研讨会 也大量的送学者专家出去 国际的network 都在进行 也就是大量的统战 在世界各国进行 下一页 台湾历史研究 是中国社科院主管的 2021年正式创刊 这样一个台湾史研究中心 就会用中国的政治方向来 导引理论跟学术的导向 实责为政治服务 这都是我们看到的 危机就是转机 但是我们要非常清楚看到 中国在做这些事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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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页 所以机会来了 台湾研究 谢谢中研院 三年一次的台湾研究世界大会 现在第四届 我认为三年一次 也许做得不够多 做得不够强 可以再强化 我这样再让我论述完下一页 第二个 我看到一个好的经验 我们的欧美所有协助 这个加州大学 这个圣地亚哥分校 来成立台湾研究中心 这也是看到 中共的孔子学院 在全球退场 我们的机会又来了 所以呢 我们这样子的台湾研究中心 在海外的广设 合作 network的串联 都是台湾现在面对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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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王道的 此时此刻 两个机会 中共他们的中国之王 他们线缩国外的学者使用权限 第二个 孔子学院退场 台湾研究可以正式全面的上场 终结本席的建议 您可不可以综合回复 我们可以做更多 来院长 这个委员非常详尽的分析 是给我们提供非常好的方向 我想我们朝这方向 我们会集合院内人文社会 及资讯科学的各方面专家 我们共同来研究 看怎么样 在这个新的政经环境之下 怎么样利用台湾 这个语言情境的资料收集 建构以台湾为主的这些资料库 那这方面 我想这个资讯所的李玉杰研究员已经有一些想法 我们请李玉杰 这个我刚刚都听到了 我们会全力支持 国科会的资源要大力的来投注 欧美所 这个也有一些想法 然后这个文哲所可能也有一些想法 这个请 还有法律所可能也有一些 时间有限了 好 院长很好 你继续点名就代表 No one is outsider 我希望今天在这里分享出来的是 大家都可以对于台湾研究 在各个跨领域去贡献更大的心理 因为我们在院内 确实召集这些不同所的专家 已经开了几次会议 委员的方向也是我们要走的方向 好 我再终整两件事 建构我们的繁中语言资料库 刻不容缓 国家来做 不只是中研院的跨所 国家跨部会 一起来做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台湾研究的学术实践 中研院带头 台湾研究大会 中研社会所 这个占了很大的功劳 还有台湾研究中心 在全球的学术机构来广设 这个院长应该是可以 全力支持吧 全力支持 我们今年省预算 我会在这方面多提案 支持这方面的预算编列 因为学术就是台湾最强的国防 我觉得我们一定 国家投入 国会支持 大家一起来做 好 院长辛苦 大家一起加油 谢谢